好好吃喔 嗯…好好吃喔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好興奮喔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位千千 今天要來做一個久違的自肥系列 今天的自肥要自肥什麼呢 那就是我們的超奢華漢堡 是不是很期待 想說超奢華漢堡裡面 到底會放什麼呢 我們就一起給它看下去吧 現在切這個蔥 蘑菇 我很喜歡吃這種菇耶 這好像叫洋菇嘛對不對 切好之後切洋蔥 鹽黃瓜 我個人其實滿喜歡鹽黃瓜 但我又不喜歡放太多 我個人其實滿喜歡鹽黃瓜 因為我覺得鹽黃瓜如果太多 它就會變得很強 但我們今天做的是奢華 所以我們不能讓我們的奢華的油脂味 少掉太多 OK 備料完了之後 我們就要來煎它了 對不對 來喔 先看一下我的小超 好 真的OK 不管廚藝一直都是有在進步的一個階段 啊 太多了 這樣要怎麼 下我們的牛油 好香喔 你有聞到那個和牛的那個油脂的味道嗎 超炸 超香 牛油OK之後呢 就接下來就這個了 和牛漢堡排 你看這個 好香喔 微焦脂好分面 差不多之後呢 然後轉小火 燜一下 喔喔喔 趁它熱度還帶來之後呢 把它放上去一點點 接下來就是直接來炒菜了 好 這樣OK 和牛片 OK 和牛 嗯 和牛 鴨肝炭 這是我第一次料理鴨肝 我有點點緊張 它就是一個非常多油脂的一個 所以油就整個炸開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好咧 稍微烤一下它 好了 全部都做好了 好 接下來就是組裝的時間了 其實漢堡有很多組裝的方式 網路上有很多說法 但我查了很多每一種說法都不一樣 所以我決定按照我自己的 自己的喜好 接下來是洋蔥圈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漢堡排了 這是我們的第一層 超香的 因為我們剛剛還稍微 自燒了一下它 第二層 怎麼辦 我覺得它會倒耶 第三層 嗯 它要倒了 貪心的一塊寶 搞得這麼高久 現在怎麼辦 欸不對 我應該要先把東西全部都做好 放上去之後我再插足前 欸 我沒有想到 會放不下去 因為我還準備了蘑菇 這樣子 怎麼辦 我太貪心了啦 我做太大了 這個是鵝肝 鴨肝 鴨肝是打妹的喔 看起來好像還可以喔 接下來呢 就要放上我們的和牛的肉片 我覺得看起來很棒耶 接下來呢 你們是不是以為就只有這樣 你們應該也覺得 那還跟怎麼樣 我們還有松露醬 因為松露在Fray的那 所以我們就只有松露醬 松露醬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個人呢 非常的喜歡松露的味道 你要讓它有點掉下來的感覺 垂下來的松露感 這樣有奢華的感覺嗎 欸 我們今天怎麼沒有準備金箔 完成了 我們的 我們的 河牛 河牛 鵝肝松露寶 哇 哇 哇 嘿 這個節目 是 你被驗佩了 是不是覺得沒有預兆 大家 是不是吃美食的時候 有時候會充滿罪惡感呢 在吃美食的時候 記得喝PH9.0 鹼性泥脂水 平衡一下 上班族經常外出的你 就需要喝一下PH9.0 平衡一下 下班了 下班了 運動過後 也要記得 PH9.0 補充水分喔 包裝上面呢 有這個 國家專利發明 然後是依照環保署的水質P值測定法 它的電極法檢測 所以它可以維持酸鹼值在PH9.0到9.5之間 PH9.0好在可以很平衡 大家要記得厚水平衡一下喔 掰掰 是不是沒有想到這次業配來得如此之快 因為PH9.0好在可以很平衡 好啦 我們的 和牛漢堡 和牛 和牛漢堡 鵝肝 松露寶 好 不知道吃起來的味道是怎麼樣 欸 我真的覺得我太貪心了 我就是想把它組裝很多你知道嗎 結果以至於它現在呢 就是有一點點太高了 我實在是很怕它會倒下來 我剛剛移到這裡的時候 就很怕它會整個崩塌 這究竟要不吃咧 我們先來切一小塊試試看 好 我們這樣子 這個鵝肝真的是有夠好切的 我這次買的那個鵝肝買的比較沒有那麼好 可是這個和牛漢堡排很好吃耶 它那個肉味真的是很讚 漢堡排好好吃喔 這時候要怎麼辦你知道嗎 PH9.0 好在可以很平衡 我們先喝個水 這可以整塊這樣拿起來吃了吧 你有這樣在吃整塊的和牛漢堡排嗎 然後上面還 你知道還放上那個松露 它這樣子把它抹開 哇 你看這個 給你們看 整坨這樣子 好好吃喔 它那個和牛油脂的香味 再配上加速味 以及那個起司的味道 這 好好吃喔 這個松露真的是 你看這個組合是 好好吃喔 PH9.0 好在可以很平衡 欸 我跟你講 唉唷 我跟你講 和牛的漢堡排 再配上這個和牛的肉 再配上這個松露醬 跟剛剛單吃漢堡排 配松露醬完全是不一樣的感覺耶 好好吃喔 沒那種組合都是不一樣的風味耶 唯一不變的就是好吃 跟好在可以很平衡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吃和牛耶 因為 其實有些人會覺得和牛的那個 很像在吃一整塊的油 但因為我個人真的非常的喜歡吃和牛 我很喜歡它那個入口即化的那個口感 所以呢 其實我所有的牛肉裡面最喜歡的就是和牛 這個應該要當最後的那個 來 我們這邊呢是直接這樣子吃 不對喔 我陷入一個為難了 我決定我先把這一塊 欸不對喔 做人真的不要太擔心 來 我們把這一塊吃掉 接下來我們就終於可以這樣子來一整個吃它了 把這個給它壓上來 這樣就是一口漢堡了吧 哇 你看這個 看起來有沒有超犯規 給我們看一下 是不是很美 這是一個膽固醇炸裂油脂超高的一餐 最後一口 吃完了 洗手 吃完了 和牛松露鴨肝漢堡牌 完成 歡樂的時光總是特別的短暫 雖然這次花的錢呢 其實跟拍大份量的錢一樣 甚至還更多 然後我滿推薦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做做看的耶 只是說我覺得鴨肝真的就是要 要買新鮮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也要記得PH9.0平衡一下喔 喝水喔 讚讚 寶寶 從開頭到現在 每次的平民都不一樣 和牛 和牛松露鴨肝漢堡牌